大家好 林鄭長官剛才發表了本屆政府第三份施政報告 交代了政府在過去兩年多我們那個工作的進展 亦都是為未來的工作定下了一些具體的方向和一些具體的目標 按優次援急回應社會對國方面的訴求 一如既旺我就會在財政資源上作出配合 推行施政報告內的措施 這一份是一個具體、紮實的施政報告來的 是設合了社會各界的期望 我相信是會得到社會的支持的 經濟亦都是施政報告一個重要的火題 我們是要不斷地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才可以保障得到全民就業 給每一個人都可以發揮他們所長 改善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我就將會在2月25號宣讀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到時我亦都會就這幾方面 再展述我們一些措施和看法 多謝各位 梁先生先生 您認為市長的主席主席的抗議 正在香港學校的抗議 是否是很好的時間 做這個 因為香港在香港已經有很分別的社會 我們是非常重視市民退休的生活 改善有需要的市民退休的生活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覺得如果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市民 他們退休的生活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問題是怎樣去做 我們現在顯示在這方面的承擔 我們會預留五百億元 勞福局會就這方面作出研究 深入研究 然後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我們會就這些具體建議才會作出審批 司長 今次的市民施政報告有沒有說要花多一段時間 就是申請你上一段時間 還有你覺得應不應付到想不去開業 現在我還未可以具體地計算到 但是如果你不計算他預留這五百億的話 我相信粗略一點來說 大約是額外是多大約是八十億左右 司長 是否你反對全民退休 我怎會反對全民退休 現在你只能退休就能夠退休 我說的是社會上有個共識 我們是需要幫助有需要的市民 在他們退休的生活 但如果不是全民退休 夠不夠成交的方法 要看一條數 周教授那條數計出來 行清全民退休是會爆煲的 這個也是在他的報告那裏說的 當然我們是要看一看 在這方面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怎樣 但我覺得我們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他們退休的生活 聽不到 我看一看勞福局那裏 就著這方面他怎樣去進行他的研究 他諮詢很快會開始做 我諮詢那裏說出來大家的意見怎樣 我才會再進一步研究 有需要的費用 現在的法定現在 在此很時尚 沒有需要的費用 有需要付費用 要有需要付費用 付費用 要付費用 會否有效果 可以進行的 事件 等的資金 有效果 for the money that we have reserved we still have to await the study by the respective bureaus and then when they have come up with some concrete proposals then we will examine the feasibility thank you